大家好,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天奇捉天地,我是天奇。 据统计,中国在非洲的总投资超过了6000亿美元,完成了超1000个项目,建成铁路总里程达2233公里,并铺设了3350公里的高速公路。 不仅提升当地的就业率,更是拉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,但对此举,美国的看法就不同了,曾一度嘲笑中国是不是疯了,投这么多精力,与钱不值的,人傻钱多的表现。 中国这样的大力投资并不是没有回报的,中国飞速的发展,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,而非洲别的不多,就是资源丰富,有丰富的稀土金属,如铜、铺、铺、钻石、褶等资源,储量丰富。 不少稀土资源在现代一些新型功能性材料的研制和应用,甚至在军事武器的研制上,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中国在非洲取得的投资回报,让很多国家红了眼,这让曾瞧不起非洲,且嘲笑中国的美国。 也想过来分一杯羹,苦求非洲可就是不买账,对此中国也是撇嘴一笑,现在知道后悔了,曾经对非洲国家爱搭不理,现在让你望尘莫及。 对此大家伙们觉得,非洲方面会妥协卖个面子给美国吗?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想说的话,如若喜欢本视频可以点击关注或转发哦,我们下期。